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 这个耳机 听这个MP3 听音乐 眼睛 开开 没在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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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论外面的风景怎样 他也没在看 反正他就听他的MP3 听音乐 这样而已 这就失去到安静的美好 原本上帝創造的我们人 想让我们可以提供这个世界一切的美好 这要安静 比如说安静在那儿 听一些台主人的声音 安静在那儿 牵手台主人的变化 所以我们的牵手 国外的生活是怎样你知道吗 因为国外很注重这个安静 他们的声音 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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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上帝说 創造这个台主人 讲音来面的这些色彩 你就觉得 做人实在是有够好 你体会到这一切美好 因为你有够安静 这其实在我们古代的艺术 也是这样 我们古代的圣人 孔子也好 孟子也好 老子也好 都是安静的 他会去河边看这个蝎 原来会在那儿想说 蝎啊蝎 你不知道在想什么 现代人就说 你搭着牌去 他在想什么 像你三代 你看好吃 牌吃而已 你在插他在想什么 不然你在想什么 也一家似乎也是同样 疼吃老百安 但是古代人不是 他会对这个台主人的中间 开始观察 他看到这个天上的魂的变化 他知道 他会想死 也会想出 甄月照顾人 知道什么意思 你今天这个队友 我现在在看这个队友 如果以前我们阿公 我们坐 没有食材的友们 他也是我看过 都是同样 这个队友 所以这个很安静 轻松的 中国台会 今天的队友 会教到以前的人 会教到以前的人 我只是看鋼鐵圓圓 以前他們可能會在那裡扔軟 但現在已經不去了 現在說我在這裡 這裡是生命 一台接一台 它有一種感受 你知道嗎 當你的心中有發出一種感受 你現在覺得生命很美好 你只坐在那裡 好無聊喔 你的生命要怎麼美好 怎麼可能美好 少年常常說葉遊 本來葉遊很浪漫 這少年怎麼不是 葉遊在那裡扑克牌大 記得大家坐在那裡開始打牌 打到天空走回來 說我們從長去葉遊 這樣留在多美好 你就沒有安靜 你做的事情的時候 你要去貼回一種感覺 但是我們就沒有 我們現在什麼都緊緊緊緊緊 所以我們失去那個安靜的技術 因為安靜就是要耐性在那裡 為什麼要安靜 安靜讓你貼回到時間 一點一滴 一點一滴 安靜你可以去看那個時間度來的變化 所以我們過去我沉過 說生命的美好要對時間來 你要先了解 時間的美好 你只要貼回生命的美好 這個時間的美好 背後 這個因素就是安靜 要安靜 你要將你的心情下來 你如果可以去貼回生 我哪裡做得不對 檢討 人家為什麼要對待我 我們檢討之後 我們做一個改變 你就成長了 你就聽不到說 生命是要準備好 你就聽不到說 我沒有佩佩來走這段人生的路 所以你覺得 人生很有意義 你如果都不安靜 只有東西來而已 整桌上 穿菜就吃下去了 人家問說吃了 煮飯什麼 知道就吃了就對了 你如果這樣 都一樣吃了 背後都放出來 人家沒有品質 人家說沒有水準 就是這個意思 你要安靜 要用我們的心 要去貼回 所以你看看 我們是叫做品茶 國話叫做品酒 喝酒的人 對我們來說酒都一樣 但是人家他不是 人家喝一點 嘖嘖嘖嘖 貼回那個酒 酒落後 他就說感受 人家說這碗酒 好酒 你喝茶也是這樣 你如果說500cc的珍珠奶茶 大罐這樣吸下去 那裡有什麼滋味 你都沒感覺了 就是要喝茶 慢慢喝 嗯 甘甜甘甜 茶在家裡的滋味 跟喝後的滋味 不一樣 就是要安靜 所以我們喝茶是一種技術 啊 泡茶要有時間 有人說老三人都泡茶喔 說啊 好啊 泡茶我差不多 我二十分要走 要怎麼泡啦 二十分要怎麼泡茶啦 二十分去西邊那邊買就好了 泡茶就要兩點鐘 好啊 大家坐在那裡 像你像日本 在泡茶 哇 那是江湖 那種酒 那個汁 泡茶 第一泡 第二泡 那個聽書 那個辣子 都很講究 為什麼 那就是一種安靜的藝術 那就是一種大家安靜下來 你不要冠軍大家都坐下來 心情下來 我們要喝一個茶 啊 心味好 啊 國外 他們就不是喝茶 喝酒 有的人不是喝酒 他們是怎麼 整個花帶去蝴蝶 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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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在那小木屋 他們怎麼呢 知道出來而已 出來散步 聽這隻蝶子聲 吸一種新鮮的空氣 他們慢慢在那裡走 他們來看這個 那個天使對五點到六點 那個變化 需要安靜 所以以前 很出名的一個 一個祖家 他說 湖冰散寺 就是說 我住在蝴蝶 我每天起來 我這樣散步 每天對我所看到的 我對人生 有很多體會 你如果現在的孩子 住在湖冰 沒有一個大怒神 他跟你說好無聊 沒有一個海盜船 他才不會勝出 他就覺得這不會勝出 我們在宣布 都要有電動的東西 要有刺激的東西 所以 現代人 失落了這個安全的技術 當你無知到安全的時候 你無法把體會生命的美好在哪裡 所以 相當厲害的肝 不是這個 白神 怎麼大家打來打去 不是 是這個 太極權 太極權 呼 啊 安全 哦 安全什麼 七彎的陽 天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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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力力對你的身體全走出來 所以我實際一個打太極軍 他就有一次 因為我們中華隊打棒球 跟國外球隊打 國外球隊打 我們國外球反照很好的 現在回來的本領 沖壯本領 我們的報酬 接到球等本領而已 都要撞了 撞了一個人 撞了一個人 這個觀眾 他們去台灣打 大家的觀眾 很氣氛 怎麼可以這樣 我們的朋友說 那就是沒有練過 那如果我做的報酬 那陸球我接到 我連太極軍的人 那陸球我接到 我的盤腿坐在本領班 如果他撞 絕對他撞出 絕對不是我撞出 他現在不是亂說的 因為他在表裡 不然你把它撞看看 他這樣 來 突然一個馬步 撞他不走 真好厲害 那陸球好像腳頂到頭上一樣 都不頂不動 叫巴風吹不動 很多人去撞都不頂不動 所以你知道 他連過 他連過 太極軍的人知道 安靜就是最大的力量 你說 你像我 定住的時候 你說什麼 多大 汗燒多好 muscle 肌肉難 你弄到我的時候 好像弄到臂 一樣 你絕對大腿回去 所以我記得這個例子 就是說 安靜本身 是很大的力量 安靜本身 是很大很大的力量 當一個人 他如果最大的安靜 他的人質的關係 會好 因為他的心力情 他不會膚色 他不會浮躁 他的心力情 不會因為人們稍微 我把他炒到 把他弄到 他就抓狂了 他不會 他就知道 消化 將這些精術 透過他的安靜 都會消化掉 所以你要這麼想 很困難 因為他的安靜 安靜的人 他不喜歡反錯誤 過去 犹太人有一個拉筆 這個拉筆 他的教育 是說 你們反思要早做準備 不要這樣慌慌張張 他就說一個故事 他說 有一個拉筆 在炒聖經 炒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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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太認真炒 所以時間要搞 他也不會炒 但是安靜本身要搞 他要去睡 他不能再炒 因為犹太人整頂 安靜本身都不能做事 所以要睡這日 他跟上帝記住 說 上帝啊上帝啊 我要來睡 但是 我這個經文 要不要炒 這個聖經 是有一個 禮拜等 神六神 要放在港台上 所以 可以拜託你 我炒不完 不然拜託你 可以派一個天才來炒 他就去睡了 結果 上帝真的派一個天才去炒 天才去炒三天 我們都記得 天才去炒 去炒 你知道 古早 他們的炒不著 都會用 腰皮 叫做羊皮脂 都會用皮 寫在皮上頭 所以這個天才 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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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邊寫 在那邊寫 整個字寫 就對了 這個天才 純最後一張 這個天才 他說 終於完成他的任務了 但是 發生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沒炸 已經沒炸 因為這個 拉皮學生 他並沒有緩術 做好準備 所以 這個天才 要他炒 炒到最後一張 沒炸 四個炒 沒炸 最後 這個故事說 他顧不利三中 因為他要完成任務 因為這是 上帝派他來做 所以他沒辦法 他只好 將那個 在睡覺的 拉皮學生 踩著屁股 膝蓋下來 你看這樣 經文 寫在那裡 讓那個生日 在門前上 愛白 叫我愛 到後來 要疼 是這樣 這個拉皮 用這個故事 跟他學生說 煩術 我們要做準備 我們要安靜 不要慌慌張張 沖沖茫茫 這個安靜的人 他做事 跟我們走 像夏威夷一樣 人家不走 你要先想說 這個事情會有什麼結果 你要先想到那個效果 你要再做價位 你如果這樣 你就不會有壓力 你如果這樣 你做出來的這些事情 都會很成功 所以我們現代人 欠過什麼 安靜 生命美好 你要先學習 安靜 開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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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當他當他安靜的時候 他會覺得怪怪 心裡會慌張 他在那裡有安靜 會帶給他壓力 但是 真正的安靜 是帶一個人平靜 帶一個人安定的力量 真正的安靜 會讓一個人 他體會到自己存在的美好 他跟天的關係 人跟天的關係 他跟人的關係 他跟自己的關係 他跟這個世界 所有的這些事情 的關係 都會很好 這就要外國安靜 因為安靜 就是一種準備 這句話請記 安靜就是一種準備 所以你看人物 這個生態的電力 要開始進行 都安靜 你如果去看演出 人一開始就說 請朋友 演出要開始搖 請你將你的手機拐起來 請大家安靜 不安靜 他沒有開始 你像菜籽一樣 怎麼演 本來今天聽到 聽到這個公佈 大家都安靜 如果局長 他的電話 會試一下 試一下 試一下 三次 三次就知道 嘘 要開始 大家安靜 所以安靜 所以安靜就是一種準備 要來準備應接發生的事情 這就是安靜 所以一個人要出事進行 一定要做什麼事情 不是吃搖頭丸 是要幫你罵水 因為醫生也幫你開桌 所以你要安靜 不可以把你開桌 不可以 他說你點點 你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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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 我煮車你就點了 所以煮馬車煮了 點點 材人過客 材人流 沒辦法 你要做一個治療進行 你必須要先安靜 所以我們要來鼓勵我們這些朋友 我們要去上班進行 安靜 我鼓勵我們的朋友 如果學生他要託車進行 安靜 其他 我現在要託車了 讓我的心情下來 要不然 那些人突然 課本體力 坐半小時 坐一小時 看不到兩行 他的注意力沒有激動 都沒有效果 所以需要安靜 雖然你要寫一個價位 你也需要安靜 上班的人 你要突破一個 你現在經營一個爛處 安靜 我們親密關係 有可能背部跟孩子 可能關係會緊張 所以教會裡面很強調 我們有一個冷修會 就是一個強調 我們每天這麼無形 這麼無形 生活品質一定很壞 所以一段時間 大家悄悄來去山頂 做什麼 安靜 大家在那裡 冷修會 那個冷修會的意思就是 我可以今天不要再插 我的工作問題 我現在最近剛才有什麼困難 我都不要插 我只有說安靜在上庭面前 因為當你安靜的時候 你就重新得理 好想像 手機的電池 不要再接電話 關起來 安靜 插電 衝電 當你安靜衝電的時候 你只要讓他插兩點鐘就好 哇 現在這個手機還可以說八點鐘 你如果沒有給他安靜 一直插 說完 他就不能再說了 安靜的道理 我現在在台主人 在物理化學 在各種的專業 甚至在商業裡面 也是一樣 都要外口 安靜 好 所以每一個人 在這個時間 我們就是要學習 我要安靜 找到我一個安靜的時間 來看這個世界 用一個安靜的心 準備好 因為我說過 安靜就是一種準備 我現在安靜就是 我現在要準備 要來面對這個事情 所以如果南路在淡亂 我也想要去哭泣 專家也是這樣說 你若失戀之後 不要再淡亂來 你若失戀之後 安靜 安靜一段時間 只要半年 最好兩年 若失戀之後 安靜一段時間 等到你真的 那段感情都過去了 你才會開始 另外一段時間 你不要說 這本來兩個人 發肥子要嫁了 如果我還嫁 你起一個 沒關係 你不娶到別人娶 兩禮拜我們娶到別人 那都不幸福 那太衝動 所以 婚姻 感情 需要安靜 你能夠太久的人生 每一個部分 都總是需要安靜 這個世界 是安靜的人 在等於我們 往前走 我是怎麼這樣說 因為這個世界的進步 就是 科學家 耶穌家 職家 文學家 都這些專業的人 所有這些專業的人 都安靜 都是安靜的人 這個科學家 在做時間 他在想一個東西 他要很安靜 有時候想三個三日 無夾消息 裡面在說 有時候對方一個絕交 還要他破壞 一個山頂 自己一個人去山頂 在那溫沌 閉關 我們在那裡 安靜 你看 連無術 無術 這都很強烈 受害的 他也是需要 安靜 所以 人生的每一個部分 無論這些科學家 要破壞 就要想一個原理 或是說 人家有一個 新的發明也好 或是醫學的東西 他要研究 自己的科技 自己的醫療 他都是需要 一段安靜的時間 在那裡 一個人 大家做法 在那裡 安靜在那裡想 他才有一個破壞 也好參加 一個音樂 你在第一段 後的時候 到第二段 要出來之前 都有一些修指符 安靜 因為剛才 這個精神 很強烈 現在要再接一段 接不過 你要中間 稍微冷一下 音樂慢慢洗一下 安靜 再出來 所以你看 夭壽要更加進行 三日 在噴風裡面 三日 那也是一種安靜 所以前面的朋友 我今天節目就一題 我們還有一個 很有壓力 大家這樣 這樣 接著很快的時代 請你記住 要把我的生命美好 我們要定心安靜 後一集繼續收看 讓我看看 下一個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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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今天貴賓請自行介紹 老三你好 請來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長庚大學 檢建堂 我在機械工程師 在教學 對 你專門在研究 這個靈緣 專門在研究 還有一台 因為這是他們的社會 他們的問題 他們的問題 所以你們怎麼做 幫助他們的湯 開始有這個關聯 在今年以前 我們台灣 為了要開核四 發電腦 大家炒炒 那時候 我心裡有一個感動 我應該要出力 一半分 來做能源教育的推廣 能源教育 那時候 我進到 行政院 國科會 一個集齊 我們跟中華大業大學 黃公司 來做會主辦 夏令營的活動 給國小五年級的學生 還有國小五年級的老師 來自不同的學校 來做兩個階級的訓練班 來背用能源和環保的小尖兵 跟他們的老師 所以過去有經驗 這是很趣 然後我們舉辦一些博覽會 展覽會 將這些資料提供給我們一般的同胞 我為了要收集有關於能源和環保的教育 我個人個人自助旅行 去歐洲 去比利時 去取經 在你走過這些國家 你覺得哪個國家給你印象很新 做得很成功 在歐洲 在丹麥 丹麥 在荷蘭 我們知道荷蘭公車 丹麥也大的風力發電機 目前我們可以說全世界一流 全世界一流 全世界一流 我們這 Nokia 那是芬蘭 丹麥 它選擇每一行 好好來做全世界地 發電機 所以我們在臺灣 在培歐 培歐 那裡也有 尹丹麥 買來的大發電機 喔 我們要它靜靠就對了 靜靠 所以屬於上 因為這種風力發電 還是太陽能發電 取之不進 用之不做 因為這裡有風就有電 是啊 比較沒有 所以這是我們政府 目前經濟部 有在推動 能源局的努力發揮 去補助 在臺灣 我有很多幾位好朋友 像原資大學 詹世宏校長 他現在對燃料電池 很努力 他發起臺灣新能源產業促進會 我如果有參與在那裡 來做努力 我們本來臺灣環保署的署長 做過交通部部長 外交部部長 簡佑欣 他是我中學的學長 現在他開始成立一個財團法人 臺灣能源研究財團法人的基金會 他也邀請我來幫忙 所以譬如說我們要集思廣益 所以民間這個力量就對了 民間的力量就對了 民間的力量有這個力量 你看看 你如果沒看到什麼節目 你怎麼會知道這麼多 就是知道原來我們的政府有這個努力了 在幾年前我就發起 和大陸的另外的這個 學術方面的專家交收 做兩岸的兩岸能源與環境 永續發展的科技研討會 所以呢 一年在臺灣 一年在大陸 這個很嚴重 因為大陸有這麼多 他如果幫你製作五點好 真的我們躲在這麼近 寒流傳到就是從那裡過來 對啊 沙塵爆 所以這一定要加 對 我們互相當補貝的經驗交流 我們不說政治 所以為了民生問題 大家都共同關心的 我們互相來交換意見 因為這個互相影響 對嗎 我們影響到他也影響到我們 你說政治 我們實在說 政治的影響力那是看不到的 但是我們現在說民生的 全部這個看得到 你出來說空氣怎麼會吃飯 你這你拼得到 對不對 怎麼會這麼大衣 這你看得到 所以我們老百姓要比較聰明 我們就比較關心全部 關心這個能源的這個外地 不過我們今天這部時間已經到這裡 放心我連天 我這裡請報酬 將於電燃火中的資料 在我們節目中一日來介紹 今天大家聽到 如果沒有什麼請錯 我們眾多有機會 請請報酬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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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